三麻市日落区预备再开大麻店 居民有意见 自从今年1月娱乐用大麻下发发之后 三麻市开始大麻店的话题沸沸扬扬 尤其是日落区 早前有大麻从业者 想在Norreaga街和Earfang街开设大麻屋 都遭到社区居民的强烈反对 而近日Terraville街一间商户提出申请 希望开设大麻屋 今天数十名日落区居民聚集在店前 发表自己的声音 住在日落区超过30年的陈景林先生就有担忧 大麻店在这个新式区就不是很适合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安全 或者它会吸引很多人来我们这个区 会引起安全问题和其他交通问题 这间提出申请的店从外边看就开始一间文宅 2楼2014号才是申请的单位 而申请的书业名叫做Happy Herbs 暂时不清楚是娱乐用还是药用牌照 不过原来这条街在三年前 借口大麻从业者申请过要开大麻店 日落区市参市候选人之一的 Goran Ma 马兆明就表示 大家最担忧的问题是市区安全和影响儿童 不过在娱乐区长大的Nick Lowe 是一名研究药物与人类关系的学者 他对这间想要开的大麻店保持中立意见 不过就认为大麻店其实更好保护了儿童 目前新环市大约有20间大麻店 日落区一间都没有 新环市市参市会 也在8月初设立条例 今次大麻店在华福开设 天下卫视记者 旅言感报道 只要来产生会 政府可以在韩国的 或者是不必有的